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章马 本来今天我准备给大家拍一下我们的学校,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西藏大学是什么样的学习气氛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的课程落到了太多,所以即使劳动节我们也没有放假 章马几乎每天都是盲课,所以章马现在刚刚下课,昨晚在宿舍观看朋友给我发过的资讯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西藏,想来西藏旅行,心情非常负借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所以就来问章马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专门录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来西藏旅行需要注意什么 由于需要注意的事项太多,我今天给大家说说来西藏旅行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有人可能会问我,穿什么样的衣服也算注意事项吗 因为西藏的地理位置特殊,属于高海拔地区 有一个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四季温差大 不好好穿衣服会让身体不舒服 因为大家来旅行不可能集中一起来 所以我就给大家克服一下,每个四季到西藏分别穿什么样的衣服 首先是春天,这个季节最好看的就是林芝的桃花节了 但是这个时候林芝的温度有点冷,所以一定要穿保暖的毛衣加上休闲的外套 裤子也可以不穿秋裤,但是也要穿保暖的一些 内衣裤也是最好穿棉质的 鞋子也是用运动鞋,旅游鞋,还有户外鞋 林芝的海拔在西藏很低,最高海拔就是南加巴欧峰 最低只有200多米,就是摩托近来 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来到林芝看完桃花,如果还想去摩托 就要再准备一些稍微薄一点的衣服 因为那春天白天温度超过18度会有点热 我觉得夏天是最适合到西藏来旅行的 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最好,花草也长得最好 最重要的是温度将会是四节中最适合的 因为西藏的夏天不会像内地那样很热 也不会特别的冷,所以外套也还是需要的 但是也可以薄一点,然后穿一件衬衣或者是绑袖T恤就行了 但即使夏天的温度很适应,也需要背一件厚衣服 因为那去阿里的高海拔地区晚上会非常的冷 尽管会降到零下,零至末端夏天也会非常的热 所以穿和内地一样的衣服就变得了 春天的西藏开始慢慢降温穿的衣服和春天一样 然后如果游客要去珠峰大本营之类的地方 需要戴上一些羽绒腐毛衣,还有保暖内衣这些东西 鞋子需要穿一些高范的护外鞋 因为这些地方会有积雪,穿地板会容易湿脚 会让脚上长洞窗 比如拉萨领植这些东西穿运动鞋几口 冬天是西藏最冷的时候 无论是领植还是拉萨都需要穿上羽绒服 以及保暖的米裤 可以建议一些怕冷的游客 也再戴上几件重缝衣 如果去高海拔地区可以让自己穿得更保暖一些 无论什么季节都不建议穿着短裤来西藏 西藏的昼夜温测大除了夏天也有 都需要准备一些厚衣服 即使最热的夏天也需要穿外套 另外墨镜帽子这些防晒的东西也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到西藏来旅行 可以注意一下穿衣服的事物 最后来西藏穿的衣服最好没有那么笨重 因为高原的地区运动很累 要让自己走路的时候轻轻松松 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